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最初圈的十大短剧男主 1.孙悦 孙悦绝对是吃到短剧这一波红利的先锋人物 最近两年 最当红的短剧几乎都被他和他的女搭档徐一珍承包了 有人说他俩是短剧界的凤凰传奇 这一点都不夸张 据不完全统计 两人先后合作了闪婚后副总的马甲藏不住了恰似寒冰 欲娇阳重生后被渣男死对头宠上天等间二十部短剧 其中他俩主演的艾亚 皇后娘娘来打工上线24小时充值金额就破了1200万元 迄今能力可见一斑 孙悦初见并非帅得惊为天人的类型 但他的个人魅力很明显 演技也很突出 荧幕上很多年轻演员演霸道总裁不失面瘫就是横眉冷眼吧 无理当个性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人设是霸总 而孙悦的演技润悟无声 没有特别做作的表情 也不会用台词发狠 他的嗓音轻柔而笃定 目光灼灼 演出了一个沉稳老练 教养良好的霸总 让人想不喜活都难 前不久王鹤迪和白鹿主演的《以爱为迎》播出时 很多人惊讶地发现孙悦在剧中打酱油 纷纷感慨他也终于要向电视圈进军了 其实不然 他是浙江传媒学院表演戏的科班生 在2015年已出演常规的电视剧出道 他共参演过紧急公关他们的名字等多部作品 只不过在影视剧圈一直不温不活 这部 换了个赛道反倒是出圈了 还步步都是男主角 二 申浩南 申浩南是1996年出生的重庆小伙子 毕业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曾一度被评为穿影最帅校草 除了长相俊美 他的身高也很有优势 当年参加省高校的模特大赛 拿下过平面组的冠军 这样的外形条件演霸到总裁自然是当仁不让 他的作品产量很高 但是这两年已经拍了出少的闪婚田七零少 富人最不至死玫瑰冠冕等近五十部短剧 其中很多短剧光听名字都觉得很尴尬 但因为视他眼却让人觉得没那么离谱 他特别适合眼前迅游里的霸总 西装革履 金边眼镜 温文尔雅 风度翩翩 《玫瑰冠冕》里他饰演的谢雁里 人设激进完美 他的演艺也完全满足观众对温柔体贴的高级备胎的全部想象 笑起来如万人迷 一下子让无数人中了他的骨 三 白芳文 白芳文是1998年出生的河北籍演员 他毕业于穿影播音主持学院 目前已经参演了包括无双求爱成影在内的十六部短剧 在短视频平台拥有了几十万粉丝 白芳文其实是他的一名 他的原名叫角佩凯 因为姓角 拆开刚好是白芳文 他的两个名字的视频账号都活跃着 很多人刷到后非常惊讶 怎么这的角佩凯长得跟白芳文一模一样 虽然自己给自己分流了 但他在短剧市场已经招稳根了 粉丝每天都在追着喊着让他快拍新剧 也有人呼吁影视剧导演给他递个长剧的剧本 毕竟他的颜值和演技都是撑得起来大场子的 四 舒童 2023年上映了一部跟着苗红的电影叫烈焰威士 片中不仅有一个叫杨童舒的女演员 还有一个叫舒童的男演员 这是怎么样的缘分啊 杨童舒大家都知道 以至尊鸿眼里的银银一角成为无数人的童年阴影 而舒童则是正在短视频市场上大展拳脚的新人男演员 他凭借时古琴生重生九十有点甜等21部土味小短剧 掳获了大批粉丝的芳心 乍一看 他有着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有点韩国欧巴的记事感 但他的五官相对十分精致 既能留大背头穿西装眼深情的总裁 又能穿校服掩掩超龄学生 有个寸头演个硬汉也毫无压力 都说能经受得住寸头检验的帅哥才是真帅哥 他是能过这一关的 目前他也在朝大小荧幕发展 二三年九月播出的电视剧《大道星火》里也有他的身影 五 王毅然 如果《眼泪记》的《你日落》十分爱上你等短剧 让网友们记住了一个叫王毅然的男演员 能在快节奏的短剧里让观众感动得涕泪横飞 那一定是有点演技在身上的 王毅然即是如此 尤其是《如果眼泪记》的《你》里 他对角色的理解透彻 演起来游刃有余 一开始的青涩胆怯 后来爱而不得的落寞迎人 都让人跟着揪心 在直播中被问爸爸总演的这么好有什么秘诀 他很自信地说 霸道总裁这种人是还需要表演吗 信首年来吗 王毅然入行前曾当过两年兵 身上有一种部队修炼出来的刚毅 身板挺拔 眼神坚毅 仿佛莫名有骨子蒸气萦绕在他的头顶 他的颜值和演技也足以称得起影视剧的大男主 如果能遇到好的本子应该大有可为 六 谢宇旺 谢宇旺1996年出生于四川 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 2023年对于他来说是收破风的一年 这一年他塑造了前期攻略里的傅燕城 水摘了副总的墙威里的傅文身等角色 人机大幅度提升 他的可塑性很强 气质一正一些 正面角色和傅黑角色都能轻松驾驭 上一秒 他是一个笑起来让人如沐春风的暖男 下一秒 他眼神很利 音质绝绝 让人后悲一两 明明是一个96年的小哥哥 有时候造型一成熟给人一种优雅的中年大叔的味道 而一旦弄个小顺毛发型 又明朗的像个男大学生 这样的反差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优势 戏路宽泛 还有点剧抛脸 7.何剑奇 何剑奇跟其他的短剧男主比起来 知名度还差了一丢丢 到现在位置他还没有自己的百科 俨然一个小透明 但对于喜欢看短剧的观众来说 他这张脸并不陌生 因为他也是短剧产业链里很重要的一位颜值输出者 陆少的《隐婚最期我当替身月薪百万》等短剧 让长相帅气的他迅速圈粉无数 其实早在前两年短剧还没有兴起的时候 就有人关注到他的帅气了 个子高大 长相斯文 当时就有人预言他走红是迟早的事 短剧行业崛起之后 他果然受邀拍了不少剧集 也果然以颜值出圈 有人说他是短剧界的颜霸 这个真不夸张 他的个头 长相 气质都是一流的 五官甚至可以用精致来形容 如果再打磨打磨演技 冲冲大一幕也不是不可以 八 刘润铭 如果说上面那些短剧男演员 主供霸道总裁之类的角色 那么刘润铭的重心则是在古装市场 他主演了长书型踏歌云型 神医王菲惹不齐等多部古装短剧 扮相俊逸 仙气飘飘 有时候比女主还漂亮 只见他长身欲力 套上古装古运十足 细看他的脸部线条流畅 浓眉大眼 有刘海和没有刘海的造型都hold得住 毫不夸张地说 他的古装扮相吊打了娱乐圈很多流量明星 他的动态有点像人家伦 此前他的一个古装视频下 一些国超的自身老粉表示自己初见他都晃了神 现代造型也可圈可点 9.陆善东 陆善东是一位在短剧行业深耕的年轻演员 今年26岁的他已经出演过不少短剧作品 其中跟马球员搭档的次数最多 他们是很多人都很磕的一对荧幕情侣 陆善东是耐看型的 或者说是氛围帅哥 单看他的五官并不是特别出彩 但组合在一起却特别有味道 个子高高瘦瘦的 单眼皮 很有辨识度的M型嘴巴 眼镜一架 有点斯文败类的气质 他眼神稍稍发力 就感觉很不好惹 像小说里走出来的性格乖张的富二代 可他眼神情的男人又让人沉沦 这大概就是演技的魅力吧 10.柯纯 柯纯目前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短剧男主 短视频平台的粉丝没有破十万 他白天拍剧 得空还要直播给自己宣传 他演的剧道也不少了 像闪魂豪门大老后路总的《漫漫追欺路》等 基本都是一听剧名就知道是三流言情小说改编的 他刻画的角色大多都是帅气多精 情深不一的总裁 人设佳颜值 很容易就让观众掉进他的坑里 戏外他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大帅哥 宽大的服装下裹着一张俊美无愁的脸 身材很好 勤走的衣服架子 无论是西装还是运动装都很有气质 以上这十位是极颜值和演技于一身的短剧男主们 他们都通过作品积攒了一定的人气 也有了一定的表演经验 如果有长剧的导演向他们递个好剧本 估计他们的表现力更胜于现在在电视上罢评 确演一步扑一步的流量们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